我们现在的生活便利都不是偶然或是幸运 许多东西都是经过以前的人使用测试 在慢慢改良而造就了现代的人 欢迎来到脑补机 今天要来看五个为经过改良的常见生活用品 第五发热音 在1930年代发明了这个电气发热外套 在寒冷的天气下 这样的发明相信大家都喜欢 只是这个外套需要依赖触碰外界电力来发电 没有人知道这个意思代表什么 当然这个发明过了几年不断的改良 到现在我们可以买安全不会被触电的发热衣 不用冒着性命被电死或是冷死了 第四 救生衣 这张照片是在1925年德国拍摄的 当时的人回收旧轮台试图创造旧轮台 结果发现旧轮台根本无法让人浮在水上 所以经过时间人们不断使用不同东西 来制作救生衣 每个物品实验成果都不一样 美国也有一项泳衣发明 跟这个旧轮台救生衣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使用了三木材质做泳衣 让不太会游泳的人能够浮在水面上 第三 太阳眼镜 以前的太阳眼镜又被称为雪护目镜 当时是北极的英纽特人及尤皮克主要会使用的护目镜 避免大雪带来的雪盲症 这个发明要回到2000年前 主要是使用山木和骨头或是象牙制造而成的 有些人甚至会使用烟煤和油涂在眼镜外减低光的强度 撇除美观程度不说实用性倒是帮助了很多人 第二 脸罩 这个美白脸罩是在1875年发明的 是用来漂白皮肤以及衣处不完美的地方 使用的人需要带着面罩一整碗并且紧紧的包着脸部皮肤 为而能够更包覆及保存皮肤完整度 这就跟现代的面膜一样 第一个面膜脸罩被称为医疗用面具 面具柔软使用柔性硬度橡胶制成 只是戴这个面具睡觉应该会吓死你的枕边人 看起来就像是活生生的恐怖电影换人 另外一个在1920年发明的游泳脸罩 包覆着整张脸 当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太阳赛场 不过你能想象一群人戴着面罩聚集在游泳池内吗 不过话说回来 这复古设计似乎又悄悄的回到现代了 第一玉帽 在1970年玉帽就被发明了 当然这个发明的功用不用说就是为了防止头发被淋湿 当时还有一个说法是以前的女性不喜欢卸妆 所以这个玉帽同时有两个功用 至于以前的玉帽大小 可能是因为以前的女性流行碰碰的大波浪卷法 所以才会将这个玉帽做得这么大 再加上前护照根本可以拿来当羽衣来使用了 不过当时这个塑胶制作的玉帽 并没有受到太多女性的喜欢 你们觉得哪个物品改变的最多呢 在下面留言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觉得影片有趣的话 记得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订阅这个频道锁定更多有趣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感谢观看